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晚安欢迎收看2月5号 星期一为你播出的新台湾加油 我是徐贵牙 民主社会是这样 选票就是票票等值 不会因为你的身份地位不同 而有所差别 但是柯文哲上个礼拜六 他在新竹小草感恩茶会上面 他说如果规定念大学才有投票权 民众党一定名 柯文哲他自己的支持度 没有扩张性 就要骂说你没有念大学 所以你没有资格投票吗 那么今天是立法院新会期 第一次的朝野协商 韩国瑜一早他就当乖宝宝 但是到底能够持续多久 而黄公昌坚持说 明天就要开议这件事情 后来他是有所退让 但是其实朝野都认为说 这个人作秀也未免做过头了 立委不是营营没事情 不是没有开议就没有在工作 而黄国昌老家不是说要拆吗 去年11月拆除执照就已经下来了 四叉猫很有求之欲 他就去查 然后发现说 恒河营造负责要拆除黄国昌的老家 这个恒河营造跟黄国昌 在板桥的服务处 弟子居然是同一个 那他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是自己的维建自己拆还是不拆呢 还有绿白电话门这样的一个疑云 今天民众党去告了吴征 还有两家媒体 民众党为什么需要大动作去提告 而且他告的是民事又不是刑事 是要转移保送韩国瑜当院长的焦点吗 还有这个媒体人士分析说 这是黄珊珊跟黄国昌互斗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稍后我们进一步来解析 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今天可以开王室中卿聚会了 来我们先来介绍民党立委王定宇 王室中卿大家好 接着来欢迎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毅川 还有民进党台中市议员周永宏 大家好 左手边中卿会的资深媒体员王瑞德 各位好 大家好 也是资深媒体员王思琦 大家好 还有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吕家凯 各位好 大家好 稍后我们会针对基隆东岸广场的产权争议 会进一步的讨论 我们邀请到的是民进党的基隆市议员张之豪 会加入讨论 那我先请教逸川哥 台下才有投票权 这种话你敢讲吗 你讲得出口吗 为什么柯文哲都敢讲出口 因为他没想要让柯妈妈投票 就是我们现在台湾 其实附台湾的人很多 应该通计应该有超过一半 应该是都有附台湾 那柯文哲当然他选择 讲这句话的地点很重要 他讲的地点在新竹市 那新竹市跟新竹县的竹北 相对台湾来说 是相对年轻 学历相对高 那他讲这个话 他有没有考虑到后作用 其实柯文哲公围 你都没在考虑效果 但是他讲这一段以后 你觉得他会不会拿这一段话去宣传 我跟你讲会 会喔 他就是包牌 这也敢宣传 他就传给在竹科的竹科妈妈 竹科工程师 可是他伤害了柯妈妈 没关系 柯妈妈说 为了我闻脱了 可以做总统都没关系 就是说他会选择性的 把这个丢给高学历的人 让这高学历的人觉得说 对 为什么我的票 跟那个人的票是一样 为什么我高学历 我念完大学 念完硕士 念完博士 为什么跟云林的律师事务所 跟嘉义的菊酒屋烧鸟的 跟台南的养生馆那些 所有民众堂的 为什么大家的票一样 我的票应该比较 水准比较高 所以下一次柯文哲 搞不好他会这样讲 如果超过40岁不能投票 我柯文哲就当选 如果超过40岁不能投票 我柯文哲就当选 40岁以上是中流抵住 现在假的不能投票 但是因为40岁以下 民众党支持度高 他现在是这样切 所以柯文哲以前 歧视性别 歧视女性 后来各位记得他讲说 国中毕业如果没有继续升学 什么吸毒的比例会比较高 什么比较高 一共吸毒比例是99倍 因为他说是1% 只有1%没有继续升学 吸毒的比例是1% 他就把这个1%跟这个1% 直接做联合 所以你看他其实这种国中毕业 没有继续升学的人 现在又拿这个学历来谈说 如果这样 如果高学历的来投他 他就会当选 其实柯文哲本来的 他的脑筋就是这样 所以接下来你如果看到 他开始骂民众党的这一些立法委员 比如说这些学历 台北都没有柯文哲好 搞不好只有黄国昌表现比较好 他就又看不起那另外7个 下次搞不好他又说 你黄国昌一个人抵7个 一个人打7个 他上次不是这样骂 那个现任那5个 那个前一任那5个民众党的立委 所以在他那边 那就是共产党的方式 用切的 切一块一块 这块我买这块 他每一块都在做选择 他切完又选择 切完又选择 照着你来说你要选择总统的人 你是越激越大顶 对 你怎么会一直切一切一切 因为他传统上就 一切完之后就做这一块的宣传 然后切第二块就做第二块的宣传 譬如说 我们说他歧视女性对不对 然后他就会讲说 不会啊 你看我身边都是女生 比如说我蔡壁如 然后有陈佩琪 有柯妈妈 你们不是都说我妈爸吗 我旁边都是女性 所以我很尊重女性 他讲这句话搞不好 有人会觉得说对 柯文哲应该是一个好先生 你看他那么怕陈佩琪 然后听柯妈妈的话 然后他旁边最好的这个助理 跟他三十年也是一个女的 所以柯文哲应该很重在乎女性 他都忘记蔡壁如那个感恩的 这个尾牙都没邀请了 他都会拆掉 他都会记得不好 对所以他们看了会这样切 这也是柯文哲长期以来的套路 就是这样 所以接下来柯文哲再讲出 个别歧视 他现在是搞不好歧视某一个宗教 歧视某一个肤色 什么都有可能 这是柯文哲脑袋里头就是 他自己最好 然后别人都不好 用这样切一块一块的方式 然后把别人标签看不起别人 那说到这 益川哥你讲说 他们在云林有一个 法律律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会不是有些小孩 然后嘉义的那个是 居酒屋 台南是养生馆 养生馆对 请教一下 我要请教瑞德哥 我们不会歧视人家的学历 但是你觉得这些人有念大学吗 对啊 就是民众堂自己里面的那个状况 你现在就是到这个地方去 选择你要讲的话 可是其实你忘记要通盘的去思考说 整台湾的状况是什么 然后刚刚益川哥觉得这是一个 共产党 毛泽东的一个哲学是不是 那你进一步怎么看 虽然黄国昌事后说 哎呀不能断章取义 柯文哲有这个前后 这个对的完整的说法等等 但是你还记不记得柯文哲以前 在台北市长的时候 那么还有 对时候不是常常搭公车上班 还记不记得搭公车上班 我印象中很深刻 有一次媒体拍到 他在车上 旁边坐一个高中生 他在问高中生 跟他在开工 你知道我当年 我当年读书的时候 我读高中的时候 你知道我都考第几名吗 我都考第二名 班上就没有第一名了 他的意思说 他都第一名就对了 他就是要跌 要捧行 要捧风 各位 在柯文哲那个年代 那么事实上大学联考 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十几的录取率 连三成都不到 所以柯文哲因为很厉害 他有那种精英的那种厉害 要不然他不会一直强调 自己智商157 然后你不要忘记 他第一次大学联考 也没有考上台大医学系 所以他后来才重考 当然重考 重考不是说就不好 对不对 那问题就在于说 他也是第一志愿没考到 所以后来他重考 但是他重考到尾都把自己当作说 我很厉害 我很厉害 我们为什么第一次 你没有考到台大医学系 意思是同样 人每个人的记忆都不一样 然后你如果没有读到 这个比如说台大医学系 又怎样 你一辈子就毁掉了 不会 他一辈子太顺遂 除了大学联考 重考的那几年之外 他都很顺遂 很年轻 作为了台大的急诊室主任 太顺遂了 他自己有45岁生日的时候 写了一篇文章 说他的这个孙宫 要考他学习 是他老婆决定的 对不对 娶婆 他老婆决定的 生孩子 他没有决定的 生孩子 他没有决定的 都没有他自己决定 所以后来 他说 都不想回家 没有来说 来去出家 或是做什么就对了 要出家 他爸爸说 他爸爸说 我把你去这间廟 你就对了 所以你就知道 那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最可惜的就是说 如果当年让马英九跟柯文哲 在年轻的时候 多吃一点苦 落榜 你知道吗 或者是说求职不顺 可以开除 多人生一些挫折 今天可能不会搞成这个样子 因为他们人生里面 都人生胜利组 可问题来了 这是在某种程度上 确实 其实就是歧视 他对我们学生 我问你 我跟你讲 他不是说什么五分钟吗 五五方案吗 叫年轻人 小店回去 阿公阿嬷 有没有 三人叫他们投给柯文哲 他不仅在 从阳进老金 为了区区每一年 一千块 对吧 他酬劳 为什么 他都把所有的资源 给年轻人 对他自己有利的 他对 他做大家市场的时候 对U-bike 前半个小时 台北市民免费 他都把人家弄掉 弄掉以后 他用到一直五块 五块 你知道小草怎么说吗 我在直播上面 说这件事小草说 连五块钱都不愿意出 你就走路好了 你知道吗 我说的不是这样 我说的是 人民 如果你为政者 没有办法给人民大幸福 那你就给他小确幸 一点一点的小确幸 加起来 我们就会觉得 有这个幸福感 你知道吗 所以就这种构想的 但是 但是他要开钱 他骑下车 有没有 一日双塔 他都有要求 台北市政府补助 他都要求补助 几十万 几十万 然后他为了要达成 这个当黄珊珊可以 变相帮他护选 搞得各部会 全部 够人家 加起来 9亿 那个城市博览会 一点什么用处都没有 花了一亿多 我问你 他对自己的钱 一个钱 打败了 但是对花别人的钱 跟他有用 厉害关系有用 他真的干败 所以今天 那么这件事情 就刚刚阿川说到 他那个说 百分之一 国中生 没有升学高中生 刚好吸毒人也是百分之一 所以如果你不好好的话 导证的话 未来 他们会成为 什么吸毒 会有99倍的机会 这什么逻辑 这什么逻辑 他就令你说 你没有设计 没有设计就会有问题 中所生就会有问题 从事就对了 我跟你说一件事 柯文哲就是因为他太聪明 他太聪明了 他就自己幻想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他幻想是民进党执政新潮流 然后因为买算柯文哲 所以每天 把题材告诉了制作单位 制作单位就可以 制作人跟主持人取贵 就分给我们每个人 然后我们每个人都有脚本 都按照脚本 藉由这个什么乌 我告诉你 我今天脚本没看到 我根本就不知道 今天脚本到底是什么 在家凯那边 就是这样 所以你才知道 国民党也有特权 国民党也看到 结果家凯也是一张白典 所以他都幻想 他幻想说有中央厨房一条边 常常诬蔑什么 1450侧义塔利班 都这样 人家批评他都是这样 然后人家说 你们那个网军去出这个 我们没有网军 我们都是网路出 那个义勇军就这样 所以你就知道 柯文哲的个性就是这样 其实我们有大概的脚本 但是我们不会叫来宾 要照我们的 那个不叫脚本 那个叫提纲 提纲跟脚本不一样 我们是把议题 今天是问什么 然后让他们自由去发挥 我们不会限制来宾的发言 没有 你们根本每次提纲 跟讲的都不一样 都讲的不一样 不要讲出来 不要说 大家随便 你讲出来 叫柯文哲合以自主 你不知道这就是考验 主持人的灵活度吗 如果有脚本应该是 欸 桂亚星天气不错啊 那在讲什么 没有台诚 我会讲他知道啦 你真的还不知道 他坐过这个位置 他那时候来上节目的时候 我坐他旁边 他来过政论节目 有脚本吗 提纲都是参考用的 他也接受过专访啊 难道他的专访是有脚本的吗 按照剧本演出吗 我来台北市是有脚本的 但是我相信不分蓝绿的政论节目 坦白讲这群人谁受控啦 给他脚本他就不会演 好跟你讲啦 本节目完全没有脚本 完全不按照牌理出牌了 今天是徐贵雅的生日 生日快到了 谢谢 而且提纲都是骗人的 每次到提纲准备半天 讲的不是 所以我还是回到台湾新的 你现在是在夸奖 我们主持的功力就对了 我如果按照来宾的内容重点 然后就带到别的地方去了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 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开放的社会 家凯跟我不同党派 我们可以在那边讨论同个话题 我们两个怎么垂脚本啊 咦 家凯你们过边那好烂哦 那他回答说 对 我们好烂哦 脚本就要演啊 他会演啊 我的意思是 没有这个东西嘛 所以想太多了 我从这一次讲说 他的全文讲的是说 如果投票 选举改成念大学才可以投 那民主党就赢了 这一句话显示 其他既不科学 可能也充满了偏见 无意识当中的歧视 第一个我们常讲 学历当然读高一点 我觉得不是坏事 我们都鼓励我们孩子 多读点书 但学历根本不代表能力 也不代表品德 也不代表判断力 更重要一件事情是 投票权 美国一百年前 黑人不能投票 后来女人不能投票 这些东西以前是用 人等的优劣 种族的分类 性别的歧视 来决定你有投票权 走了一百多年 美国也好 台湾也好 才走到人人平等 可以投票 日治时期 你家要够有钱 才能投票 早期的英国投票 是要看财富的 没几个人 你没有投票权 所以后来才有贵族 下议院 那怎么到这个时代 还说 选举如果读大学的 才能投票 我们就贏了 他其实隐约当中 把人分成 有读大学的 跟没读大学的两种 你都忘记他以前 会分流了吗 什么念什么理工科的 然后艺术是不错 文学院外管学院的 我们就比较后面 这边有艺术学院的 根本不入流的 你还讲林小芳 我的意思是说 怎么会把人去做分类 然后分类之后 跟选举连在一起 这是百多当中 这封建这复古的 那你说讲错 就是说 那个讲得不好 修正 因为选到总统 都是国家的意见领袖 这会是头的 当你讲错了 以后大家希望 读大学的才会有判断力 我们不希望是会这样子 或者说 医学院的一流的 这个冯川 这文学院的 沙里维 高里维 我们不希望社会这样子 所以当意见领袖 大到相可以选总统的人 如果讲错了 其实认错是一个美德 我讲得不好 我修正一下 我希望多开发一些读大学的 那刚才国中那个更明显 国中不升学 稀读是99倍 我家里有长辈 就是国中毕业 记得浙纲 为什么 他要赚钱 让他的弟弟读高中 有的家里没有升学人 是因为家里经济 我大小的 我家里就爸没在的 我就先去浙纲 探前小弟小妹去台课 然后回过头说 国中不升学的 稀读是99倍 第一个 这一看就知道不是科学 你把两个不同质量的数据 拿来比较 既不科学又带着歧视 所以这些东西都发生过 那发生过 你想想看 这件事情 如果是民进党的政治人物说 我已经讲了 全党道歉搞不好还要被骂 国民党的人说 我说你逼你要处分 可是有的政党说完之后 还可以跟你辨 说你断章取义讲错了 我认为选举已经结束了 我们现在讲这个不是为了 下一个选举 那很久以后的事情 有些事情会带动社会风气 你的支持者有年轻人 有下一代 当他脑袋接着这个说 对 就是因为读大学的人不够多 要不然谁就会当总统的话 这对我们社会其实 是撕裂也很不好的影响 加凯 如果是国民党的人 讲出柯文哲这一套说法的话 到底会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自己年轻一代 绝对会发新闻稿谴责 绝对对我们比较年长的一些 我们都发新闻稿来谴责 自己不用别人来谴责 我们自己就会谴责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 歧视是第一天吗 不是嘛 因为柯文哲歧视 大家一定耳熟能详 但我觉得这背后的意义 小丑应该直接要去思考说 你们到底还可以 纵容柯文哲多久 因为他那句话的意思 之前有五五计划 或是你要把爸爸妈妈 家长索机拿出来说 点赞按赞追踪你的KBT 我觉得都无所谓都给予尊重 但这句话背后意思 小丑你要听清楚 他其实在歧视你们的爸爸妈妈 其实你的爷爷奶奶 我们这个年纪的爸爸妈 很多说实在 我爸是高中毕业 我妈国中毕业而已 但是很多 我相信一样的小丑们 他们的爸爸妈妈 甚至爷爷奶家长们 很多可能都没有念大学 但是还不是活得好好的 而且他们社会经验力量也很够 而且把小孩养育得很好 因为我觉得这句话 该道歉是你透过这句话 制造更深的世代对立 等于说难道今天你还要 你已经选完了 你未来要放眼2026 2028 你还要继续挑那些小丑们 才当你的支持者吗 然后年长一辈 就去扣蓝绿二斗 来获得你的支持度 应该不是这样子的吧 所以我觉得小丑们 应该去思考说 你们到底还可以忍受 柯文哲的歧视引论多久 我觉得才是背后意义 但我也拜托柯文哲 你曾经说过 那说那些酸民 我就看你们可以活多久 如果当这些小丑们 哪一天决定转身离开的时候 我就拜托一件事情 拜托你不要再救抓 不要再诅咒他们 那个叫救参 因为很多都是我的朋友 拜托你不要诅咒他们 我补一件事情 我想为什么它不科学 你知道2021年 现在2024了对不对 2021年台湾的大学 以上的学历的人口比例 是38.6 专科以上的比例是15.2 两个加起来就53.8 比所谓的开发国家 开发中国家我们都很高 台湾已经是进入 所谓高学历国家 大专以上是53%以上 我如果再扣掉那个未成年的 根本还没读到那里的 其实我们投票人口里面 已经有相当人数 是所谓达到大专以上 所以按照这个逻辑 大家如果都大学上就可以投 就赢了 是吗 我们现在台湾社会 不是一个文盲 或者书读不多的社会 我们台湾的社会是有智慧 而且很多人 刚才江凯讲说 他就悲伤五间段还没过去 你就不知道 对吧 他把悲伤当作武器 但是我们要让 其实小草们就Google 台湾高学历人口比例 你就会得到一个结论说 秦差公共互白公共的 那去煽动这种撕裂的情绪 是建立在错误的数据上 可以这样子吗 其实柯文哲就是 他还在否认的阶段 他基本上就是 他从选完到现在 所有言行都还在否认的阶段 否认他选输这件事情 否认他的能力不够好这件事情 否认他前面说什么 他民调其实是第二名 就后来是第三名这件事情 就海水退了 发现他没有穿裤子的是他 他在否认这件事 我要特别讲 柯文哲的心态是这样 他为什么会这样否认 他就是一个学历上的巨人 但是他是民主上的文盲 我为什么这么说 这是毫不相关的事情 因为他要讲说 头我的都是年轻人 而年轻人都有念大学毕业 老一辈没有 你去看民调就会知道 越年轻的学历越高 越高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大学毕业 你四十位以下都是大学毕业 但有个重点是什么 有个重点叫做 one man one vote 票票等值一人一票 柯文哲还停留在那个过去的想象 他就是继续在否认 为了否认这件事情 他要去歧视年龄大的 为了否认这件事情 他去歧视学历低的 他一切都是为了要否认说 他其实输了 他还不愿意去承认去面对 他败选这件事 我请教一下 过年我们都会说好听话 因为龙年是不是会用龙来各种的造句 那也不一定要很传统 但是呢 柯文哲写下一个抗龙有毁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有龙有抗 不错 柯文哲写的是这一句 抗龙有毁 说实在有过年要写 跟龙有关即将话都不错 抗龙有毁 这个在《易经》里面的意思是 龙飞到最高的地方 然后到最高地方是怎样呢 就要开始往下 你知道吗 所以一般抗龙有毁是说 就是说你要戒慎恐惧 你到一个最高的地方 龙是皇帝嘛 位置已经最高了就往下 那我刚跟定云委 还在聊说奇怪 这是他人身最高吗 这可能是柯文哲人身最高点 能够选总统 所以你看 他每次都选错词 过年用抗龙有毁 这表示你人身要开始往下 他在选前他是说 阿伯要干嘛 阿伯要拼一次 我们都讲说那你只拼一次 表示没有第二次嘛 他都选错话 今天是立法院的朝野协商 第一次信惠奇的朝野协商 那因为上星期我们在看 韩国瑜到底是几点来上班这件事情 那今天韩国瑜就看起来 在藏轨中 因为他8点50 55分左右 就已经到立法院了 今天中午还特别去立法院 中午有一个自助餐的地方 走 我不确定他是要打饭还是去视察 反正他就去到那边去 他也挑出了他新任的秘书长 但是这个人也不是什么新人了 因为之前在王院长时代 也是做了蛮久的 那益川哥 你怎么看韩国瑜 马上就变回了乖宝宝 今天算是他有准时上班 这很好啦 要给他多鼓励一下 不然好学生表现好的时候 不给他鼓励 他下次就不这样做 他去今天上班 他去跟立法院各个单位 打个招呼 类似在拜年感觉就对了 当然带着他的新的秘书长 新的秘书长 我们也讨论过 在立法院应该是很久 重点他当过那个议事处的处长 你说这立范怡的议事 没有要运作 他很了解嘛 所以他也出什么所谓教科书 什么作例 都要去讀他的课 不过那也是很久以前 因为他中午去做这个考试委员 应该是退休后去做考试委员 那这一次韓国瑜找他回来 大家都觉得不错 韓国瑜你要珍惜 真的 韓国瑜因为他离开 立法院有很久了 所以立法院现在包括什么 朝野协商 开会 委员会 一些规则什么 叫韓国瑜的记忆 应该都不同了 所以后面就是 韓国瑜如果不逛的时候 我觉得新的秘书长会给他 第二 如果是柯总召 现在在完结的时候 柯总召说 不是这样啦 我们立法立法院之前都怎样怎样 现在如果柯总召说出这句话时 没人有辦法印柯总召 因为大家都不比他之身 他说我们立法院就是这样 新北市议会来的 院职你不败 新北市议会 驾我们立法院运作不一样 徐晓鑫 台北市议会来的运作不一样 我们是这样 可是那个周恩来有可能说 他会跟韓国瑜说 院长那个柯总召也讲错了 应该不是这样 因为当场只有柯总召最权威嘛 现在多了一个这个周恩来以后啊 整个的意识就会应该会回到 那个现有的这些规定 那如果黄国昌依然要用那种 你们说没错 我说没错 那说没错 那种方式 周恩来有没有办法可以有那样子的角色 对啊 因为黄国昌他做过里面做细拟 他可能有很多案子他都一直都要反对反对 这顶务也知道是说顶管的议事人员 黏黏的时代 主席的说这个案子大家有没有什么意义啊 他说大家都给你反对 当然是他的管理 或者是他说不然来清点人数啦 不然来诚序问题啦 那什么国民议会须知 所以他都拔拔出来 程序问题 权益问题 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 一大堆 可是如果旁边有一个懂意识的人 跟韩国瑜讲说 他说的是不对的 那韩国瑜就说 刚刚我们秘书长有讲了 你这个是错了 可以马上制止 但是韩国瑜你就不要够了 真的 你就让那个秘书长慢慢教你 你慢慢学 你不要在那边乱家话 乱咬就对了 乱咬之后 整个会会飞起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 韩国瑜 他可能也会乖一斤 我觉得第一会起 他应该会蛮乖的 虽然他也有讲笑话 可能笑话王顶宇 说不出来 说不出嘴 一开始主席会 他有说一个笑话 他就是说我今天穿这样 这三个笑话 就是说这个 这一个韩国瑜 刚开始讲一个笑话 这个OK 但是不要再讲黄色笑话 不要再讲跟性别什么有关 他那个也跟他有关 就是算不要那么剑拔弩张的气势 韩国瑜你就好好主持 我相信韩国瑜因为他二十几年后 他过去做得不好 他也会想要改变 想要当一个政治上的更生人 进步 大家要给韩国瑜加油 但是还是要提醒韩国瑜 开会不喝酒 酒后不开会 昨天晚上如果有喝 就赶快通知江起承 说起承明天再麻烦你 我明天可能起不来 那让这个意识能够顺利一点 我跟你说韩国瑜租齐了不错 朝野协商租齐了不错 因为他让韩国瑜本来一直嗡嗡说要二月六号 对不对 来我们行事例看一下 今天五合二月六号说要开议 他说不行的话十六号 因为过年十六号开议 那时期我先请教 后来朝野协商出来的日子是二十号 那在这个过程间 其实黄国昌一直觉得说 你都没认真 你都没认真 未来的王委员 你都没认真 他就是这个样子 结果林俊宪委员就吐槽 他说不好 大年初一我们也来开议 我们来开会 这样好不好 就是如果要加冲加到满的话 奉陪到底 我觉得林俊宪不够认真 不够认真 除夕给我来上班 吃完饭之后 在立法院守睡 没有错 如果你们上班 我也开直播 陪你上班 哎呦 你这都出座给他 不是嘛 你说清楚 你开直播在哪里开 在家里开 全台湾就你最认真 全台湾只有你有在工作 有在上班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演得 有点过分 演过头了 好那黄国昌 曾经当过立委 他今天在朝野协商的时候说 我们是这个区区小党 我们还是希望 可以十六号的时候 开议 然后到后来这个国民党 以及韩国瑜都说 不是要开议 这个工作人员 立法院的行政人员 他总是要花至少两天的时间 来准备 那就变成 如果是十六号的话 就是要加班 因为在年节的时候 人家放一个礼拜 你立法院的员工 不好意思放三天 另外两天要来 回来整理你的议事 接下来要开议了 后来换过张的讲法是说 我们区区小党 也不可承受之重 如果让这些行政人员 没有办法放完年假的时候 这个民众党也没有办法去承受这样子的骂名 民众党不让公务员休年假 他觉得这个太过沉重了 听得好 会怕 第一是他会怕就好 第二是说 不是啊你当过立委 你不知道立法院的行政人员 需要多久的时间准备议案吗 两天 至少两天 所以你在立法院的时候都在干嘛 你都不知道 还是说你都只有在表演 你都以为你表演完 事情就结束了吗 你不知道人家要前置作业吗 你不知道你这个表演完了之后 人家还有后续要 后续要整理的吗 你通通都不知道 那你当立委是 是怎样 就不是啊 就大家都是立委 可是为什么读读 你这个民心 你这个立法院的这个 这个道德的长城 政治的完人 人间疾病 人间的疾病 你会不知道立法院的行政规则呢 这个我觉得说不过去 可见你对于行政 你对于立法院 不熟 对 你很陌生 你其实根本没有用心 你根本没有花心思在立法院 所以你所有的心思都花在 如何能够扮演一个 看起来认真工作的形象 譬如说网友又翻出来这一张照片 这是当年不撑伞的国昌 站在大雨中 看着汹涌的波涛 助理帮他拍了一个背影 结果助理有撑伞 然后让你的老板主任没撑伞 拍出这一张 多感动人心的这个照片 全台湾就你一个人上班 全台湾就你一个人最劳累 全台湾只有你一个人在关心大家的人民的生活 我觉得恶心 不需要演成这个样子 如果你觉得这个要演到这么over 才可以让大家感动的话 我觉得那你就转行 不适合政治 你去转行作为演艺圈的人员 我觉得可能会可以得奖 但是如果你要把这样的演技 发挥在政治圈 我觉得这是两条完全不一样的路 所以我会认为说 你到今天为止才会发现 原来立法院是需要准备的 光这件事情 你就不配当立法委员了 但是很恐怖 因为我看到有一些应该是磕粉挂的 他们就是在讲说 不早一点开议 年前不动 好像说你们立委都在偷懒 整个立法院都没在上班 那种气氛 真的有一些小草到处去留言 尤其是在立法委员的那个po文下面 每个人有每个人认知的能力 2月6号开议 我也可以喊 为什么2月6号 2月5号不是日子 好日子 为什么不2月5号上班 为什么不2月4号上班 礼拜天 所以这种表演其实是最廉价 就是我跟你不一样 只要你跟我不一样 你就是不认真 我就很认真 你刚才讲 该时期只算到立法院的议事人员 工人员待遇也还可以 那个要准备议事 开完会还要打议事 很多事要做 你知道每个立法委员下面都有 像高宏安拿去洗头 请的那种工费助理 因为我们都搞不清楚 傅昆琪的特征组是什么 对不对 可以有一个地方示范 花莲县议会跟花莲县政组